今次跟大家介紹的是 拍河花用Leica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的Frankie 一般人的心目中會覺得 Leica只是拍攝一下 介紹、人像、建築物、風景 其實Leica是可以用來拍河花的 長焦距鏡頭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例如用M 最盡是135mm 如果是英荷花而言 一般就不足夠 其實有一些叫做R鏡的東西 這個是單反鏡頭 是Leica的單反鏡頭 這個就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例如現在我手持這支 就是80-200mm 另外這支定焦180mm 3.4 這支是一支 非常划算用的APO180mm鏡頭 還有一支常用的 這支是500mm 500mm鏡頭 虛化是很漂亮、很有特色的 這支是比較柔和油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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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會是去到 譬如說Zoom鏡頭80-200mm 都有機會不夠長 其實可以配搭一個EX 會令到延伸了很多 一般來說我們都是戶外 荷花都是比較曬的 那些情況之下 其實這個EX 雖然說在光圈方面 有縮減了 但是因為比較光的 一般來說都是足夠的 還有你用這麼長焦距 多數都會用腳架 所以就不是很大影響 我現在這個就是一個2X 在之前的片段 有介紹過這個Leica R 專用的2X 譬如說我配上去 這個80-200mm 變成是160-400mm 而這支就是360 500其實就不用用了 500其實一般來說都夠用 不用再加2X 變成多了很多範圍 一般我們拍攝荷花 大約是150mm 去到400-500mm 這些焦段是比較適合的 還有就是因為荷花是比較淺色的 在漆光方面要留意漆光的位置 如果你是整體漆光的話 會建議你的EV值減一級 或者是吸換的範圍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你的荷花 淺色爆光就沒有了數據 沒有了細節 變成就算你之後 再在Photoshop 或者Lightroom收拾的時候 都是沒有得收拾的 變成EV值那裏 就建議大家減少許的 如果你說點對點測光的話 那就OK了 沒有問題 但如果你說整體畫面測光的話 因為周邊的荷葉那些比較深色一些 變成是測光的時候要注意 還有就是戴腳架會比較好一些 因為長焦距的鏡頭一般來說都容易手震 所以建議大家戴腳架 還有一個小小的溫馨提示 就是戶外通常都會比較曬的 記得戴太陽眼鏡 還有戴帽子 OK 戴太陽眼鏡 我們不斷會有視頻的介紹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希望你給我一個讚好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下次再見 拜拜